近日由天津城市职业学院与北京传承戏曲艺术院共同创办的戏曲大讲堂 在天津举行了派办签约仪式 北京传承戏曲艺术院院长陈胜利发表了讲话 这次给我们更高的提出一个要求 这好戏曲绩效员 我们借助这个平台 借助这个空间 所以做一点我们戏曲讲座的一些知识 从普及提高推广这方面做一点我们要做的 我们更着眼于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 也是这个让我们职业院校的这个学生 实情实景的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北方昆曲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顾伟英 受评为客座教授兼昆曲工作室指导教师 天津业事后顾伟英为学生们进行了第一次授课 很多学生都是第一次接触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 通过顾伟英老师亲切耐心的讲解和示范动作 学生们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来接纳另外一批就是非专业的学生 对于他们的这种专业上的要求 我是有自己的方法 非专业的这样的一些学生水平 起点和衡量的标准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的传承不应该拘泥于一种方式 昆曲走进这个大学的话 这是我们一直的这个愿望 传统的文化 它需要有年轻人来喜欢 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 才能够进行传承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与北京传承戏曲艺术院 让昆曲艺术走进学生们的课堂 将古老戏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 为传承昆曲艺术做出了努力 1946人 2146人 3017人 大学兴祝 这吧 中国传承 我 你